搭機飛到一半 氧氣面罩全降落緊急狀況 所有人趕緊戴上 大韓航空一架班機原本預定22號下午 從韓國仁川飛回台中 經過濟州島上空時 因機內增壓系統異常 發生意外 機上旅客回想起來人心有餘悸 機上台籍旅客曝光當時機艙內狀況 表示飛機驟降三次 飛行高度從三萬多英尺 狂降到只剩九千多英尺 真的嚇壞了 直呼比雲霄飛車G5的離心力感 還又可怕 現在還能活著真好 意外發生後 班機緊急返航 當時機內乘客約有一百二十五名 超過十人出現不舒服 十三名旅客因此送醫 怎麼樣來戴上這個氧氣面罩 前飛官指出這種狀況發生機率比較少 一旦出現機組人員也會按照緊急程序處理 以就近機場或是尋找落地點迅速處理 就不會造成飛機的危害 受到影響的旅客已安排搭乘另一架客機 二十三號十點半起飛 不過對於旅客來說 經歷這趟驚險旅程 心情複雜 短時間內難以平復 報導選送警張凱懿才有報導 這輩大韓航空昨天在第一時間 是先返回了人圈機場 在今天中午十二點二十四分的時候 終於是平安降落在台中國際機場 遊客描述當時飛機上的狀況 依舊是心有餘悸 讓我們聽聽看他們怎麼說 做這樣的感覺 然後那個就掉下來 那個氧氣罩就掉下來了 然後大概 他叫我們就是戴著 然後戴了大概二三十分鐘吧 突然就是耳朵就開始爆痛 然後頭也是非常痛 然後連我的小孩也是哭了 因為非常痛 他們是沒有辦法忍受的那一種 我有感覺到他們好像一直在繞 因為一直在轉彎轉彎轉彎 轉彎到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就說廣播說 他們改那個目的地要飛到冷船 我們可以看到民眾抵達台灣的時候 是非常的開心 但還是有些驚魂未定 這班大航航空是飛到一半的時候 增壓系統突然異常 飛機是三度突然下降 就連氧氣罩全部都掉了下來 航班只能被迫折返回韓國 不過機上更有13人 因為頭痛、耳朵痛等症狀送醫治療 所幸目前都並無大礙